新闻60分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葬礼新年是西藏自治区的法定节假日 从2月23号开始放假7天 而作为自治区首府的拉萨 迎接新年的气氛也深深感染了中外游客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发现多姿多彩的拉萨 走进拉萨街头任何一家藏装店 光是丰富的色彩就有可能深深吸引住您的目光 有五彩的布匹 也有亮眼的陈衣 依据藏族习俗 葬礼新年初一这天 一般是全家人团聚的日子 人们要早早起床穿上新衣祭拜神灵 所以赶在葬礼新年前买件漂亮的藏装吧 当然这并不只是女士的专利 这位藏族小伙子就在父母的陪伴下挑选试穿 我们上次不是在这里买一个藏装了吗 就是没买就乘衣了 然后今天就专门来买这个乘衣了 年货市场也是多彩的世界 多彩的麦穗 多彩的苏佑花 过藏力新年时通通要插到窃马里 供奉神佛 在西藏留学学习藏语的伊万 走进这充满浓浓藏族特色的年货一条街 感受新年气氛 我认为这个城市看得很棒 有很多人在买卖 非常颜色 非常棒的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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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虽然有游客冲着藏力新年的热闹气氛来拉萨逛逛看看 感觉到还是挺热闹的 真的是太热闹了 确实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周围 藏族的吗 汉族的吗 大家都在一起吗 共度新年吗 现在是 过藏力新年的传统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 如今它也是西藏自治区的法定节假日 从今年的2月23号开始就将一连放假7天 令藏族同胞可以悠闲度过欢乐的藏力新年 中央台记者赵金章玉 西藏拉萨报道 1959年 西藏百万农奴挣脱枷锁 走向吉祥幸福的新生活 从布达拉宫到雪山脚下 中国新闻记者走上雪域高原 见证多姿多彩的藏区生活 记录50年西藏发展变化 中文国际频道亲力推出 30集大型系列报道 西藏见闻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 50年来 西藏社会和人民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今天开始 中国新闻推出 30集系列报道 西藏见闻 我们的记者将用镜头来展示 西藏的今天 在布达拉宫正下面 有一座建筑叫做雪城 是旧西藏政府所在地 以往来到西藏的人 看到的只是拉萨的自然风光 民族风情 而雪城的开放 却把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雪城 一位曾经的农奴 对我们的记者 讲述了他过去的故事 今年74岁的伊西洛追 在旧西藏的时候是一名农奴 当年只有为农奴主牵马的时候 才能来到布达拉宫 老人现在还依稀记得 他年少时一到这里就会害怕 虽然抬起头看见的就是神圣的布达拉宫 但是布达拉宫下面却让人感到恐怖 雪霸裂空是旧西藏地方政府管理 拉萨和周围十几个县和庄园的办事机构 具体负责司法税收 说的直白一点 雪霸裂空是旧西藏三大领主统治 农奴的工具 他有权对农奴实行酷刑 并且发布征缴各种税收的告示 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 占人口5%的三大领主 占据着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 而像一吸落追这样的农奴 穷得甚至夏天都舍不得穿鞋子 因为他只有一双鞋 只舍得在寒冷的冬天穿上暴暖 过去的地方 哈萨城镇里边 很多老百姓破破烂烂的 都是破的 好的 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过去没有穿过 民主改革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在这片一吸落追生长的土地上 他终于觉得自己成了主人 他当上了拉萨时的一名交警 当年站在雪霸裂空门前的恐惧 变成了作为一名执法者的自豪 我心里变化确实大得很 西藏的变化确实大 西藏的变化确实 从历史上 我就看西藏的历史 从社会的变化 人民群中的生活变化 没有好过现在的 现在的历史上最高了最高的了 以西洛追现在就住在八角街附近 他很欣慰 晚辈们不用再受他当年受过的苦 老人也终于可以想想轻浮了 23号到25号 法国加什德拍卖行 将在巴黎公开拍卖 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 12生肖兽手中的 鼠手和兔手同向 那么为了阻止这次拍卖 中国追索 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的律师 已经在21号抵达了巴黎 当地法庭也将于今天中午 紧急审理此案 伊夫圣诺朗朗与皮埃尔贝尔热 珍藏专场拍卖会 将于23号到25号 在法国巴黎大皇宫举行 流失海外的圆明园 鼠手和兔手同向 也出现在拍品名录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这两件真品被英法联军 从北京圆明园掠夺到海外 加什德拍卖行表示 两尊同向的拍卖 将在当地时间25号19点开始 根据联合国关于 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 任何因战争等原因 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 都应归还 没有时间限制 近日以北京律师刘洋 为代表的中国 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 向巴黎一家法院 申请了阻止拍卖的禁止令 要求在拍卖前 对拍品进行财产保全 使拍卖活动依法停止 据法国媒体报道 这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中午11点30分 紧急审理此案 国内追索文物律师团发起人 刘洋律师也已经于21号抵达巴黎 他将和当地的华人律师一起紧跟案件的进程 据刘洋介绍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交保证金 参与吐手和鼠手的禁拍 陈水扁拒绝进食到22号已经是第三天了 台北看守所表示说 陈水扁目前的身体状况稳定 还没有强制就医的必要 由于台北地院将会在24号再度开庭审理 贬加弊案 台检方表示说 陈水扁的身体状况不影响24号开庭 陈水扁再度拒绝进食已经三天 也不让医师为他检查身体状况 看守所的医师问诊后表示 陈水扁拒绝进食以来 除了看报纸和电视以外 就是阅读诉讼资料 精神和气色都正常 目前还没有强制灌食或借护送医的必要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陈水扁被控贪污洗钱等案 将在24号到26号三天 再度召开准备程序庭 传唤陈水扁出庭应讯 由于陈水扁拒绝进食 他的身体状况是否会影响停期 引发外界的关注 对此检方表示 陈水扁被提讯至法庭时 如果身体状况不佳 也不影响开庭 因为被告在准备程序上 可以保持揭默 全权由辩护律师打扁 检方表示 陈水扁拒绝进食导致身体虚弱 不符合停止审判的要件 此外 台北地方法院三天前 再度收到陈水扁律师递状 以未完成阅卷为由 要求法庭考虑 另外择期开庭 检方表示 上次开庭时 律师已经以同样的理由 要求延期 这次又顾忌重施 又拖延诉讼致嫌 这里是新闻六十分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巴基斯坦政府最近宣布 在该国西北部的斯瓦特河谷地区 与塔利班武装实行完全停火 这一做法让美国和北约十分的不安 为了取得美国的理解和支持 巴基斯坦政府将派遣高级官员 前往华盛顿 向奥巴马政府解释 对塔利班实行停火政策 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 阿塔尔阿巴斯22号 在伊斯兰堡宣布 一个由军方和政府官员 组成的高级代表团 本周将前往华盛顿 向美国政府解释 巴方在对付塔利班问题上的 以和戴战的策略 阿巴斯说通过武力消灭塔利班 成本巨大 而且这种做法也无法保证 斯瓦特河谷地区的长期稳定 所以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寻找其他办法 但他同时强调 以塔利班实现停火后 政府军将长期驻扎在斯瓦特河谷 以确保政府在解决塔利班问题上 随时有更多选择 阿巴斯透露 即将启程的巴基斯坦高级代表团 由陆军参谋长基亚尼 和外交部长库雷西率领 他们将在华盛顿会见 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问题特使霍尔布鲁克 除了向美方解释相关立场和观点外 巴方还将要求美方向巴提供直升机 夜视仪 无人侦察机等军事装备 以帮助巴安全部队 更好地掌握塔利班武装的动向 美国和北约在打击塔利班问题上的态度 一向十分坚决 在巴基斯坦政府与塔利班 进行间间停火谈判期间 美国 北约以及英国都多次表示 反对巴政府的做法 他们认为停火将给塔利班喘息的空间 驻阿富汗美军还多次向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目标发射导弹 以向巴方施加压力 敦促其在打击塔利班问题上采取坚决态度 为了争取关键党派前进党在组阁问题上的支持 22号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利亚胡 与前进党主席利夫尼举行了会谈 但是会谈无果而终 这是双方自本月10号 以色列大选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利夫尼在会后表示说 同意继续磋商 但是双方在巴以核弹等核心的问题上 仍然存在巨大分歧 22号希腊发生一起 好莱坞大片式的越狱事件 两名囚犯利用直升机逃跑 而更为离奇的是 这里两名囚犯居然是第二次利用直升机 从同一所监狱越狱 这里是雅典戒备森严的科里达洛斯监狱 越狱的两名囚犯是42岁的帕莱奥科斯 和34岁的李扎依 希腊司法部官员说 当天下午 一架直升机飞到监狱院子上空 机上一名女子抛下绳梯 两名囚犯立即顺踢而上 狱警发现以后向直升机开火 机上女子用自动步枪还击 但是没有人员伤网的报道 警方后来在雅典北部郊区 找到了这架直升机 驾驶员被五花大保 嘴里还塞着布 头也被蒙住 2006年6月 同样是在科里达洛斯监狱 同样是利用直升机 同样是帕莱奥科斯和李扎依 曾经用同样的方式越狱 李扎依在越狱三个月以后再次被捕 帕莱奥科斯则是在去年8月份 才被重新抓捕归案 下面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22号在开罗 与到访的苏丹总统巴歇尔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苏丹政府与达尔福尔地区 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 公平与平等运动 本月17号签订的和平协议 该协议表达了双方致力于实现停火的意愿 并且同意交换战俘 以及为难民回归和运送救援物资提供便利 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胡安桑托斯 21号呼吁对有关安全部门内部人员 从事非法窃听的报道展开紧急调查 哥伦比亚媒体报道 一些特工通过窃听打给知名记者 政界人士地方官员的电话 向毒品走私饭和武装团伙通风保险 在金巴布韦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金巴布韦霍乱死亡率从去年年底的4% 下降到了最近几周的1%到2% 专家指出 尽管金巴布韦霍乱疫情死亡率有所下降 但是自从去年8月份疫情爆发以来 感染人数始终呈上升趋势 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居民缺少清洁的饮用水 当地时间21号 保加利亚国际象棋大师格奥尔基耶夫 向吉尼斯记录发起冲击 准备打破和最多人同时下国际象棋的世界记录 与格奥尔基耶夫对异的共有450名棋手 他要战胜其中的80%的选手才能打破记录 目前这一记录的保持者是匈牙利益美国人苏珊波尔加 他在2005年曾经创下了同时下326盘棋的记录 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美国西部时间22号的下午5点钟 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钟 在好莱坞科达剧院举行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已经抵达现场 期待一堵各位明星的风采 尽管受到了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是本期奥斯卡颁奖典礼 依然是卖出了5000万美元的转播高价 媒体普遍预测 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返老还童将会上演决战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华语影片没有能够入围 但是本期奥斯卡并不缺少中国元素 据报道奥斯卡晚宴的设计主题将是 西方遇见东方不仅有春卷和锅天等中国传统的美食 还会喝到北京茶馆的茶 2009伦敦秋冬时装周开幕之后 各路时尚大师的作品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 而一些另类的情调和风格也让人目不暇接 21号英国本土设计师 威威安·威斯特·伍德和布鲁诺·巴索 就分别携带最新的作品登台亮相 威威安·威斯特·伍德继续保留自己反传统的朋克风格 设计大胆前卫 剪裁随意发挥 出乎意料的是 在最新作品《淘气教育女生》系列服装中 威斯特·伍德将传统的学生制服巧妙改动 虽然保留其基本的颜色和样式 但却在衣领等部位大胆创新 打造出显觉而充满青春叛逆气息的朋克风格 此外 威斯特·伍德特意邀请 英国滚石乐队吉他手 《隆尼伍德》的妻子乔伍德担任模特 并把他打扮成一位优雅 却不显严肃的女中学校长 成为当天的一大亮点 如果说威斯特·伍德新作品 表现出强烈的年轻气息 那么同为英国设计师的布鲁诺·巴索 为其品牌巴索与布鲁克创作的新作 则是将怀旧风进行到底 古典风格的服装灵感 来自于法国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系的 巴洛克和洛克克风格 由夸张颜色组成的拼接图案 强调了腰部和颈部的线条 也起到了取代腰带和衣领等装饰物的作用 丝绸质地的衣量 加上明快利落的剪材 展现出一种华丽又清新的复古清洁 因水原地受到污染而停产的 江苏盐城市城西水厂 今天零天两点开始恢复正常风水 大冬会进入到第五天 中国代表团又收获四枚金牌 徐明获得男子三人自由化金牌 成为最大的惊喜 老家 美丽乡村梦里老家 江西雾园 外水都江湾 滚到青城山 2008年销售突破一百亿元 全心全意做好药 食药集团 这里是新闻六十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发生在中缅边境缅方一侧的森林火灾的火头 在22号蔓延到了中国境内云南省腾冲县 整个火场火线长六公里 过火的面积已经达到三百多公顷 其中中国境内有六十公顷 由于天气干燥 火势很大 加上山高坡斗 火情难以控制 仍然在蔓延当中 目前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已经派出了工作组 赶赴云南腾冲中缅边境火场 来协调和指挥铺就工作 当地的森林防火指挥部门 已经调集了2500多人 相关的铺火机具1500多台次 采取开设防火隔离带等方式 来全力铺久 新疆伊犁河谷的降雪一直在持续 积雪最深处达到了80厘米 部分路段因为积雪太深而关闭交通 新疆伊犁河谷山区平均积雪厚度达60厘米 最深处达到80厘米 因大风洋雪 河谷内能见度在80米左右 新疆伊犁地区由此发布 暴雪蓝色预警 为了保证交通安全 对312国道翻越天山 进入伊犁河谷的果子沟路段 进行交通管制 为了尽快恢复通车 当地公路部门出动了 人力和机械清扫积雪 拓宽被大雪覆盖的道路 交通部门表示 如果降雪量继续增大 交通条件再度恶化 将随时会实行交通管制 当地气象台提醒做好 防雪灾和防冻害准备工作 政府部门已经组织人员 与山区牧民联系 对灾情依发点进行排查 确保牧民和牲畜的安全 今天凌晨2点 因为水源地受到污染 而停产的江苏延城市 承溪水厂 开始恢复正常供水 昨天上午8点 严城市被污染的 承溪水厂的取水口水质检测 已经达标 水厂已经进入市生产状态 目前水厂生产出的水 不进入供水管网 直接排入河道 以便起到彻底清洗 被污染生产设施的作用 有关部门正密切监测 承溪水厂原水和出水的相关指标 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做准备 目前严城市区自来水供应 已经基本恢复 此外公安部门 已经对严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立案侦查 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生产厂长 依法实施刑事拘留 20号上午6点20分 严城市区部分区域自来水出现意外 经检测为挥发分类物质超标 随即有关部门关闭了 受污染的两座水厂 防止受污染水继续进入管网 并采取了启动备用水源 冲洗污染管网 加强监测等应急措施 不少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信用卡透支还款时 有几分钱没有还清 但是到了下个月 却要按照透支的全额来支付发息 不过从昨天起 中国工商银行 打破了这个在银行界 已经执行了10年的霸王条款 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执行 其内部新规定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工商银行一家营业网点 公告栏上贴出了信用卡新章城 其中明确规定 持卡人如果是按照最低还款额 规定还款的 发卡机构只对没还的部分 寄收从银行记账日 到还款日为止的利息 新章城从22号起开始执行 打个比方 某市民1月份总共透支5000元 到本月25号最后还款期 只还了2500元 要是在以往银行按照5000元来计息 而按照新规定 工行将根据未还的2500元收利息 罚款基数的缩小 将帮助持卡人节约68元的利息 其他商业银行表示 他们还没有收到总行 有关取消该条款的通知 业内人士预测 工行率先打破这一霸王条款 将迫使其他银行陆续跟进 否则将会流失客户 近日北京地铁四号线 开始车辆运营测试 预计9月底开通运营 北京地铁四号线全长28.2公里 是北京第一条 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并且引入社会运营商 来运营的轨道线路 在位于北京丰台区马家铺 四号线的新车在长大约800米的 试车轨道上缓缓启动 通过刹车 刹车制动 停车等测试 来进行车辆性能 以及车辆与信号的联动测试 作为北京市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第一条合资建设运营的地铁线路 四号线新车处处融入了 港铁的设计理念 在四号线的新车内 每一次车门的关闭和开启 都会伴随着这样有氧的音乐 此外在车厢内我们可以看到 电子地图上增加了 表示车辆运行方向的标志 与此同时车门附近 还增加了很多表示安全和指示的标识 同时在车厢内 每一排座位的两侧 都增加了像这样的防风玻璃 这样的挡风玻璃 可以避免坐在门口的乘客的面部 和倚靠在旁边的乘客肢体的直接接触 此外 车厢内每扇窗户都可以手动开启 列车内还设置了一键开启的紧急逃生门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装修 还有一些调试 6月20号呢 我们的空载 9月28的我们的通车试运行 北京地铁四号线 是一条贯穿北京市区南北的轨道交通线路 北起安和桥北 南至公益西桥全长28.2公里 是北京第一条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并且引入社会运营商运营的轨道线路 据青海省气候中心监测显示 近5年来 青海湖面积不断增大 水位持续上升 2005年到2008年 青海湖水位上升近50厘米 水域面积扩大132平方公里 专家预测 青海湖水位上升的趋势 将在未来20多年中延续高原明珠 有望重现昔日的风采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 其生态环境特征及其演变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青藏高原 整体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 对柴达木盆地 三江园 齐连山等地区 均有较大的影响 此外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 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 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 卫星摇杆显示 目前青海湖面积已经达到 4317平方公里 比去年同期增大了46平方公里 相比2004年更是增大了132平方公里 水位也较2004年上升近50厘米 青海湖水位和水域面积的增加 主要得益于环湖地区降水量的增加 气象专家分析 近几年 环青海湖地区 随着降水量的增加 云量也在持续增多 使青海湖水面蒸发量逐渐减少 减缓了青海湖水位的下降 同时降水量的增加 抑制了沙漠化的发展 植被有了明显的恢复 植被改善有效减少了 地表净流量的耗损 这对于青海湖水位的上升十分有利 青海省气候中心研究预测 青海湖出现的水位上升 将在未来20多年中延续 青海湖水位极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 将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 比目前升高3米多 昨天下午在香港成立了20多年的 华仔天地影音文化发展促进会 在上海正式成立分会 香港艺人刘德华 亲临现场与粉丝见面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 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社会团体组织 在近千名歌迷的欢呼声中 刘德华登场为大家献唱 新成立的华仔天地影音文化发展促进会 上海峰会 是刘德华首个内地影音社团机构 面向全国的支持者 到场的会员统一穿着成色会服 来自上海的一家老中青三代刘德华的粉丝 也代表会员向偶像送上祝福 华仔天地影音文化发展促进会 1988年在香港成立 此次的上海峰会则是内地第一个 经过政治部门批准的社会团体组织 刘德华表示 今后将以出道20多年来 一贯的敬业精神和艺人的社会责任感 来影响和带动自己的支持者 更多的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卢慧不仅对美容有好处 而且有清热等功效 但是事实上 卢慧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中国卫生部等六部门日前 就发布了一份公告 明确要求从今年9月1号起 添加库拉索卢慧凝胶和食品 必须标注孕妇与婴儿慎用的字样 此外无法确保消费者 卢慧日摄入量在30克的安全范围之内的 还应该在包装上明确标注警示语等等 这是去年以来 中国卫生部第二次发文 明确卢慧摄入量的标准 那么卢慧对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以至于引起了有关部门如此高度的重视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市场销售的酸奶中 很多品牌都含有卢慧成分的产品 只有一些知名品牌 在包装上写明库拉索卢慧凝胶的含量 提示食用量每天应少于30克 并标明不适用人群为孕妇和婴儿等 而其他一些品牌的酸奶包装上 并没有标明含量 也没有做任何提醒 记者随即采访了一些消费者 大多数人对食品包装上 是否应标明库拉索卢慧凝胶含量 不知情 只是听说卢慧对人体健康有很多好处 不是治的什么的吗 是那个贬密的吗 费的我觉得是美容的 还减肥呢 我觉得它是绿色的健康食品 在花卉市场 很多商家在向客人介绍时也会说 库拉索卢慧不仅可以食用 还可以治病 一些餐馆也将卢慧开发成菜品 而在一些网站上 有关卢慧的化妆品和胶囊 更是五花八门 但是专家告诉记者 虽然卢慧有美容 清干明目的功效 并且对缓解便秘 和调节血糖血脂代谢 有一定的作用 但卢慧并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食用卢慧 比如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食用卢慧可能会使原有疾病加重 对于孕妇来说 食用卢慧可能会导致流产 卢慧呢 它不能够久服 长期服用卢慧的话 它会导致这个大肠黏膜的这个反复脱落 会有一定的致癌的作用 它会导致这个结肠黏膜色素沉积 导致结肠的病变 库拉索卢慧凝胶 是卢慧产品当中 唯一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产品 属于新资源食品 它是以库拉索卢慧叶片为原料 经过多个步骤制成的 无色透明至乳白色的凝胶 可以用于各类食品 而且呢 每日食用量应该不大于30克 尤其是孕妇婴幼儿不宜使用 第一次到台湾的大陆游客 几乎没有不去阿里山和日月潭的 而日月潭所在的南投县 值得一游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 例如被称为是蜜月圣地的西头 就令人流连忘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里曾是许多台湾民众 毕业旅行或度假的首选地 当年由林青霞 秦翰等主演的 不少琼瑶和武侠小说电影 就在这里取景拍摄 树多 那空气好 然后水清 水干净 漂亮 那来这里可以做这个 我们所谓的森林浴 吸收芬多金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欢来这边 西头森林游乐区这里 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六七八十年代 台湾民众度蜜月的一个胜地 而这一座用梦中族搭建的 竹拱桥可以说是这里的地标 为了安全起见 每年都要重新搭建一次 南投产竹 竹制品随处可见 这是用竹子做的大象棋 下棋的时候要亲自搬移 脑力和体力都得到论念 从天花地板到墙壁家具 都用竹子做的竹炉 融合中国风和现代感 在炎热的夏天住进来 也会暑气全消 据信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神木 现在还在长 当年是因为树干中空无用 才得以幸存 如今便摇前树 它的英姿丝毫不属阿里山神木 而高近二十三里的空中走廊 使人仿佛置身于树骚 如果风吹树窑 你会产生一个错觉 不知道是树在窑还是桥在窑 早期的话 我们要到树梢 做树上的一些生态的调查的话 你必须要爬上来 爬上来就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做的这个空中走廊之后 你就接近在树梢 就方便我们做生态的调查 那一方面我们做这个旅游方面 也相当的非常有价值 面对群山听音乐 这里每年举办的露天音乐会 将人与自然更紧密融合 而夜灯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天文台 仰观苍穹 惊见星河灿难 闪烁点点 都市里多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轻易勾起遥有的童年记忆 中央台驻台湾记者 陈轩时在南投报道 好 这里是新闻六十分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 昨天大工会进入到了第五天 花样滑冰 自由式滑雪 短道速滑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一共决出了七块金牌 而中国选手李妮娜 于静 张单张浩 徐明 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四枚金牌 李妮娜是获得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金牌 是中国代表团在本次比赛当中 获得的第一枚雪上项目的金牌 而徐明获得的男子单人自由滑的金牌 成为了中国代表团最大的惊喜 22号中午 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 在哈尔滨亚布利滑雪场开战 中国有四名选手参赛 分别是都灵冬奥会银牌得主李妮娜 全运会冠军和长春世界杯冠军得主赵珊珊 以及小将成爽和戴爽飞 比赛共进行两跳 第一跳中 中国选手成爽以97.29分拔得头筹 李妮娜以95.88分排在第二位 第二跳中 李妮娜因为动作完成质量相当高 两名裁判都给出了满分的落地分 最终 李妮娜以总分191.40分 后来居上夺得金牌 成爽获得了银牌 戴爽飞获得铜牌 在下午开始的大东会速滑女子100米决赛中 中国选手于静张爽和韩国选手李向花 侠鹿相逢 四天前 在500米速滑比赛当中 李向花获得了金牌 但是在100米的决赛当中 于静先生夺人 最终以10秒29成功摘金 张爽获得银牌 韩国选手李向花位列第三 让中国观众心里最踏实的一场比赛 应该是下午进行的花样滑冰双人滑比赛 中国选手张南章浩 在之前的短节目比赛当中 以领先第二名17分之多的优势稳居第一位 决赛中张南章浩最后一组登场 这两位连续两届大东会双人滑金牌得主 以近乎完美的表演 再次蝉联了这一项目的冠军 同时195.32的高分也刷新了他们个人的最好成绩 非常感谢家乡里面对我们这种多年的支持 最主要是大东会在我家乡门口举办 心情非常激动 在22号晚上结束的世界大东会 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的比赛中 中国选手徐明以179.96分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本届大东会的第七美金牌 在北京时间22号 一甲第25轮开始了六场角逐 AC米连在主场1-0立刻卡利亚里 取得了一个月以来的